许锦江用洗手液洗米式作秀 看到儿子说的这句话 网友直呼没想到 对于许锦江 网友们最容易想起 应该就是满腮白胡子立起来跟个狮子式的奥拜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许锦江用洗手液洗米成为了观众热议的情节 节目中 接到了洗米任务的许锦江端着小盆就往屋里走 进门就是洗手台 接了水之后 许锦江看见台上放有洗手液 便朝盆里按压了几下 还搅和了几圈 慢慢才后知后觉的感觉自己做错了 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表示 这是在作秀吧 怎么会有这么没有生活常识的人呢 而且他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不可能不知道的 只是 谁注意他儿子徐飞曾说过的这句话呢 有网友则表示 看到徐飞的话瞬间真香了 没想到徐锦江居然是这样的奥拜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两个小盆团